蟑螂的軟翹 蟑螂媽媽把軟鏟在那個瘋瘋裡面 那久了之後 他的小寶寶會孵出來 但東方水蓮不是 那個不是軟翹 那是他的屁股 東方水蓮呢 他是把軟翹夾在他的腹部的末端 然後呢 等到軟翹成熟之後 他生出來 你就看他邊走路 就會邊掉一隻小蟑螂 邊掉一隻小蟑螂 邊掉一隻小蟑螂出來 他就是 他生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隻小蟑螂 他的軟是在媽媽的肚子裡面孵化 那生出來的就是小蟑螂 那生出來之後 其實像你現在看到這一隻阿 媽媽底下覆蓋了非常多的小蟑螂 對 因為這一批是剛出來的 這一批是前幾天才生出來的新的小蟑螂 所以說 東方水蓮的媽媽 就會還是暫時在那邊保護他們 那當然他們其實很快就會散開到處去找東西了 他怎麼交配 他交配也是阿 他交配就跟一般的蟑螂交配一樣 他兩隻會貼在一起交配 或者是屁股對屁股交配 他們屁股會接著自己 他其實長得不太像蟑螂 他的頭上有一個白色的斑紋 對 那這裡面呢 另外一種叫做免感竹節蟲 免感竹節蟲 免感竹節蟲其實是 小朋友如果有飼養的話 可能最容易碰到的竹節蟲 他超級會生蛋 對 因為他固執生殖 那固執生殖是 只要有蟑螂 他的卵不用交配 不用受精 就可以浮出來 但是固執生殖 不代表沒有熊蟲喔 要記得這件事情喔 不是固執生殖 就沒有熊蟲 他只是他不需要熊蟲 所以他相對 他熊蟲出來的機率會少很多 大概每一萬隻 才會有一隻 那他為什麼要熊蟲出來 因為他的基因都一樣的話 其實生病很容易一次 就全部都死光光 因為這個病毒能感染 你一定也能感染他 那如果有交配過 每個人都會有一點點的個體差異 就不見得能夠讓疾病這麼快的散步 所以當他族群的量很大 量很大的時候 他就會偶爾出現一兩隻熊蟲 來幫助這個族群 增加新的基因進來 讓大家不要在一隻病毒來的時候 全部死光光 這其實是最大的目的 那這個竹節蟲也是 非常廣時性 法辣 甚至一些棉花 他為什麼叫棉桿竹間 你們知道嗎 因為他曾經造成棉花跟麥桿的大量滅亡 就是大量的消失 因為他們曾經是害充 在美國產棉花 他們會不停的把棉花的葉子吃掉 不停把小麥麥桿的葉子吃掉 所以代表他們什麼都吃 那前面這個小小的培養餅裡面 等一下再過來看不用急 沒關係 這是竹節蟲的蛋 那竹節蟲的蛋 裡面這是長綱竹節跟流竹節蟲 但是因為這裡沒有流竹節蟲的成分 所以我就不做介紹 那旁邊這邊的這個是 大家可以把整個角色放在裡面 那邊都在那裡 要用一個在那裡 怎樣 要用一個在那裡 那裡 要用一個在那裡 然後 他們把整個角色放在那裡 要用一個在那裡 那裡 那裡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